粉丝提问,为什么要加入人机,并且段位越高人机越少呢? 确实啊,人机在什么局都有,但是段位越高出现的越少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个话题 首先为什么要加入人机呢? 其实有三个最主要原因 一,增加玩家的自信 有很多萌新和普通玩家,他们的钢枪水平并不高 如果让他们和正常玩家钢枪的话 相信每局也击杀不了几个人 KDA能高于2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玩起来会非常不爽 久而久之可能会放弃这个游戏 而加入人机的话,能让这些玩家享受击杀的乐趣 并且能够增强玩家的自信 如果你是策划,肯定也会加入 二,缩短匹配时间 直击的经典地图每局的人数都很多 像大地图每局的人数为100个人 如果全是真人玩家的话 那一局的匹配时间会非常久 而加入人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只要凑够几十人就行了 三,给玩家送装备 人机不仅好击杀,它还会带来惊喜 各种枪械药品就不用说了 久之后还会出现三级装备 人机的出现能让我们少搜房子 提升了游戏体验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段位越高人机越少呢 其实是因为段位高了之后 大家都是会玩的 人机太多的话 反而给不了这些高玩禁忌的乐趣 所以自然要少刷一点人机了 交伙伴们你们喜欢人机吗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